第1631集 在将这个消息通知群里道友之前 狂刀三郎还有件事情要做 他伸手在试的选项上点去 第一的一声 您已经成功加入龙洛 请注册您的账号 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 这画风不修真的 狂刀三郎一边说着 一边按照提示 一步步为自己注册了狂刀三郎的账号 本来他想注册狂刀四郎的 但感觉四郎这个名号 还是在九州一号去内部使用就好 三郎刚将账号注册完毕 又有一条系统提示弹了出来 是否添加宋书航为知音 是或否 我和书航小友 知音 狂刀三郎捏着下巴思索片刻 点了点头 对呀 我们的刀刀天赋都极佳 可以说是刀法天才 说是刀刀之音也没毛病啊 于是狂刀三郎 点了试的选项 黑龙世界 虚空中的天结又过一波 依旧是威力接近七品的天结 天结好不容易突破拉紧 分成仙子的防御 落在宋书航身上 顽强地给宋书航抓了一回痒痒 一节度完 宋书航的第五小丹田中 机械核心反应炉开始变化起来 核心反应炉融化为灵弧的过程 同样有些不同 它融化的只是外壳 那个金属外壳和不断延伸出来的 能量线落化为灵弧 而外壳之内有一个金属壳星 并没有融化 只是沉入到弧底深处 就像是一件法器一样 接受灵弧的温养 同样是九层灵弧 由于核心反应炉当时是四格漫化的结构 所以灵弧被整齐地分为四块 每一块都浮现独立又相互连接的弧魂 宋书航望着沉于弧底的核心反应炉 若有所思 这东西能当法器使用 或者自己未来谨慎尊者境界 凝聚原因之时 这东西能直接变出一个钢铁原因来 天空中 下一波天结继续凝聚 就在这时 一个系统提示弹出 第一 狂刀三浪添加你为知音 宋书航一脸懵逼 What 三浪截力怎么加的我好友 我上一波天结才刚让龙洛小助手 将二维码和龙洛结合起来 但新的二维码还没有来得及 给群里的前辈们发送啊 宋书航本准备在自己 渡劫完毕后 再将新的二维码发送 给九州一号群的前辈 毕竟他现在在渡劫 如果现在就将群里的前辈 加为好友 很可能会出现意外 毕竟 仓鼠号和吃瓜前辈 就是前车之� 难道说 老的二维码图案 经过扫描也能加我为好友 而且三浪前辈正好闲着没事 扫描了好几天前 宇柔子发在群里的二维码吗 宋书航抬头望天 三浪前辈 要不要这么巧 宇柔子发送二维码的事 都过去这么多天了 您怎么突然又有兴致扫他了 龙洛小助手 补加一条限制 在我渡劫的时候 不要轻易给我的二维码好友 发送求救消息 就算有时候我念头一起 想要求助 发送钱也要跟我确认一下 宋书航急忙补加规则 前车之鉴是一个大坑 他已经掉进坑里一次了 绝对不能再重蹈覆辙 补加规定完成 这种小规则功能 宋书航一说出来 龙洛小助手 马上就能补加完成 宋书航点了点头 松了口气 有了这么一条规定后 他就安心多了 虚空中 又一波大型天洁凝聚 果然 今天天洁大爷 要凑齐七这个数字 一口气让宋书航的 所有琉璃金丹 都化为灵狐 三浪洞府 嘿嘿嘿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狂刀三浪嘴角上扬 我真是太机智了 另外 他也确定了自己 很久前的一个猜测 荔枝仙子 加了凶殿 接下来 是时候将自己的研究结果 发送到群里了 三浪打开手机 登陆到九州一号群中 刚一上线时 他便看到今天又出来 放风的铜挂仙师 正好同时上线了 难得今天竟然看到 铜挂这货 正当三浪准备和铜挂仙师 打招呼的时候 嘿嘿嘿 本仙师终于破解了 荔枝仙子 能扫书行小语二维码 并加他为好友的重要因素了 铜挂仙师在群里发言 狂刀四浪立即在群里 发了个震惊到无语的言文字 这不说我要讲的台词吗 我擦 铜挂你这家伙 是不是潜伏在我的动物中监视我 然后无耻地抢占我的研究成果 荔枝仙子发出了三个问候 北河散人首先发言 算黑挂的 你成功夹到书行小友了 明月几时有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怎么做到的 铜挂仙师回复 我尝试了好几天 今天灵光一闪 终于想到了我和立志仙子最大的不同之处 然后我尝试了一下 再扫描宋书行的二维码 就真的有结果了 来来来来 开全视频直播 我给你们展示真正的技术 灭凤公子也上线了 哟 黑挂的竟然也会专心研究东西 我有点感兴趣了 东方六仙子好奇询问 铜挂和立志最大的区别是性别 不对啊 铜挂的性别我们也不清楚 那是什么 我真的很好奇 黄山星好累好想退休 发出了六个点 他总感觉铜挂要准备开大招作死 心里在想着要不要静言一搏 但看到群里的道友们很想知道结果的样子 黄山暂时忍下了静言的冲动 系统提示 铜挂仙师开启了群视频 视频画面打开 然后所有人看到了一位立志仙子出现在画面前 这位美美的立志仙子挥手道 大家好 我是童挂 立志仙子灭凤公子都发出了六个点 东方六仙子发出了一个喷血表情 为何散人发言吐槽 所谓最大的区别就是你直接变成立志仙子了 通选大师发了个无怜表情 狂刀四浪的感叹简洁明了 一句卧槽 钥匙发了个语音消息 不作死就不会死 这个道理为什么你们总是不明白呢 黄山兴好累好想退休 发出了六个点 我就不应该心乱了 刚才就应该直接将铜挂禁言了才对 过程都可以忽略 要结果对就行了 视频中的立志挂展颜一笑 一颦一笑处处透露出一种成熟的美人风采 黄山突然感觉这种成熟的画风很适合立志仙子 同挂兴师的 然后刚在我一容成立志仙子后 在翻出与柔子小友发送的那张二维码 扫描了一遍 果然就弹出了一个提示 这个提示框只有我能看到 我给你们念诵一遍 其内容是 霸宋邀请你加入龙洛 是还是否 接收到这个提示框后 我马上上线 给你们展示真正的技术和操作 现在我直接加书行小友为好友 我点击了是的选项 龙洛是什么东西 立志仙子好奇问道 他上回家送书行好友时 并没有提示龙洛 狂刀三浪淡定发言 应该是某种网络之类的东西 童挂这家伙自以为找到了真相 但是太天真了 真正的真相掌握在他狂刀三浪手中 真相是 根本不需要一容成立志仙子 只需要两个团子就能搞定 三浪在等待 等童挂仙士完成操作后 将气氛拉到高潮时 他再出场将真正的答案展现给道友 那时他就可以让童挂明白 一山还有一山高 一浪更比一浪强 想想那场面就感觉特别爽啊 很好 现在我已经成功加入到龙洛中 这应该是添加送书行小友为好友的前置条件 视频中的童挂仙士道 立志仙子已经忍耐到极限了 能不能别用我的声音讲话 他的大风车已经蠢蠢欲动了 没问题 我切换成其他道友的声音 就东方六仙子吧 童挂仙士熟练地切换音道 东方六仙子发出了六个点 看童挂切换声道 丝是如此疏敛 就可以肯定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模仿我的声音了 我会不会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 替童挂背了很多黑锅呀 我猜测得果然没错 下一步来了 提示为 是否添加宋书航为知音 是 或者否 哎 有点奇怪 我和书航小友没什么聊得来的话题啊 为什么会是知音 童挂仙士疑惑的 黄山兴好累好想退休 发出了六个点 是的 你们绝对是知音 特别是读我的心 让我心塞方面的天赋 都这么棒 就仿佛是一条流水线上下来的天赋产品啊 不过 总的来说 我成功了 如何刷宋书航小友的二维码 加它为好友之名 成功破解 下面 如果有道友要刷二维码的话 等我下回放风到献士 可以替你们免费化妆成荔枝仙子模样 再刷这个二维码 童挂仙士在视频中挥手 一脸得意 荔枝仙子又发出了六个点 还想将群里其他人都化妆成我的模样 算黑挂的 你这个不接的 等你下回回来放风 我绝对半路就叫你截杀 这时狂刀三浪微微一笑 是时候到他出场了 狂刀四浪发言 算黑挂的 化妆成荔枝仙子的方法实在太麻烦了 其实我也破解了刷二维码的奥秘 而且我的方法比起你的方法更加简单 各位道友 每个人都能轻松办到 第一千六百三十二集 荔枝仙子发出了三个问号 你们几个每天都这么闲 整天研究这种东西 你们就不能每天好好修炼 努力晋级 同化仙师还没关闭视频 更简单的方法 难道三浪你也研究出了 正确刷二维码的方法 没错 而且我研究出来的时间比你更早一步 狂刀四浪的 是时候让你们见识下真正的研究 特别是算黑挂的 见识下什么才叫做一浪更比一浪强吧 东方六仙子发言 更简单的方法 说来听听 他对每个人自己轻松 可以办到这个选项比较感兴趣 天赋七宗杨贤也不继续潜水了 其实我比较在意的是 三浪也会专心研究东西 三浪还是很有研究能力的 别忘记群里的那个充电术 就是他研究出来的 三浪啊 别再吊人胃口了 气氛营造的也差不多了 快说结果吧 造化法王哈哈大笑 被和散人心中涌上一阵不安 我其实在犹豫着 要不要提醒一下你们 别浪过头啊 但狂刀四浪几乎也在同一时间发言 其实我们和荔枝仙子之间最大的区别 是这个 说完后 狂刀三浪发了一张图片 图片上是两个圆滚滚的大团子 北和散人发出了六个点 这是什么东西 灭凤公子一脸懵逼 通选大师发了个问号表情 就连荔枝仙子自己也看不懂这是什么玩意儿 我和三浪的差距就是这两个大团子 为什么突然感觉自己变得廉价了许多呢 雪狼洞主心急起来 哎呀别再吊人胃口了 先说说这种大团子有什么用 这种大团子我这多的是 说说使用方法 我也是试扫描二维码效果呀 狂刀四浪淡笑不语 这时铜挂仙师突然眼睛一亮 莫非这两个东西是填充用的 他们不愧都是被列入知己分组的道友啊 铜挂仙师瞄懂狂刀三浪的意思 对 算黑挂的你猜的没错 狂刀三浪得意发言 其实我想来想去 在排除了近白轴比较明显的我和荔枝仙子的区别后 最终我发现 留下的最后几种选项中 荔枝仙子和我之间最大的区别 应该就是这个填充物 于是我使用了它 再对着二维码轻轻一扫描 接下来的剧情就不用我多说了 就和刚才算黑挂的经历的差不多 三浪虽然没有指明 但所有人都已经明白过了 九州一号群里的道友们沉默了下来 大家都想通了 于是暂时保持沉默 静观事态发展 大伙都安静了下来 狂刀三浪却没有安静下来 他又发了张图片 是自己将填充物塞入胸口的图 那就像这样 然后轻轻一扫就能激活那张二维码了 大家可以试试 荔枝仙子发出了六个点 果然 大风车什么的 对三浪和铜卦都太仁慈了 他要将三浪和铜卦抓住 将他们绑到一起 在他们的肚子里填上香料 将他们扔进兽王坑里面 喂凶兽 北河三人暗暗叹气 哎呀 所以呀 不作死就不会死这个道友 为什么你们就是不懂呢 黄山星好累好想退休 发出了六个点 他放下手机 抬头望向远处正在渡劫的羽游子 以及莫名其妙 被像磁石吸引过去一样 被吸入天节范围的痘痘 顿时心更累了 哦 真的成功了 这时雪狼洞主教导 不过 我家宋书航的时候不是知己 而是正见好友 这是什么意思 别告诉我在书航小友心目中 我就是个扮政的 灭封公子发了一个瞪眼表情 雪狼倒有你去试了 破阳起郭大抓住时机 急忙发出一张图片 怒搓楼上猫头表情 灭封公子沉默了片刻 才继续发言 郭大 你不搓你的狗头楼了吗 找不到合适的素材 狗头楼先缓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改搓猫头楼 破阳起郭大回复 灭封公子发了个咆哮表情 那你的猫头图片呢 破阳起郭大发了个疑惑表情的 不是还有灭封道友吗 有你在啊 我还发猫头干嘛 不能浪费流量 破阳起郭大说罢 又道 我也成功了 刚试了下 这方法还真的能行 不过我家的是黑皮好友组 家的时候还有个提示 说我和一个叫昆娜女士的道友 并入一个组 昆娜女士是谁 你们谁认识吗 北河散人发出了六个点 那 其实他也忍不住悄悄试了一下 没想到三浪这法子 竟然真的有用 他也成功加到了送说行的好友 并被列入到了可靠好友一列 对这个好友称号 北河散人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也是他一贯的画风 除了怼算黑挂的以外 正常情况下 北河散人还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 云游僧通玄发了个大拇指表情 看样子 大师也忍不住试了一试 我也去试试 灭封公子忍不住好奇心了 东方六仙子也来了兴趣 送我一个 我马上去找两团子 九州一号群又热闹起来 荔枝仙子更无语了 九州一号群在线的大部分成员 都忍不住按狂刀三浪的方法 尝试了一次 反正就是塞两个团子 这种事情没难度 随手可做 主要是实验成本低 试试又不吃亏 成功后的道友们一个个回来 分享自己的尝试结果 无一例外 所有道友都收获到了成功 大约两分钟后 刘盈仙子上线了 塞个毛毛灰的团子呀 喷血表情 刘盈仙子道 根本不用塞任何东西 只要抓着二维码一扫 就能将舒航小友加入好友了 刘盈是位喜欢穿大红色裙装的仙子 修炼的是磁系力量 他全力发工时 能用斥力一口气 将人从地球弹飞到太空中去 这是他的得意技能 宋书航上回去太空 就是被他给弹上去的 至于刘盈仙子 为什么会发现 扫二维码根本不用塞团子问题 主要是因为 他的团子根本就塞不进去 然后他就恼怒地 直接用精神力 扫了一把那枚二维码 结果叮的一声 他就成功加了宋书航为好友 灭封公子的团子才塞了一个 不用塞 片刻后 灭封公子再度上线 真的不用塞 直接扫就行了 奇怪了 是今天舒航小友的二维码进化了吗 东方静学也上线反馈 我也刚试了一下 一扫就成功了 苍天沟周里紧接着他们的发言 我这边也成功了 九州一号群 顿时又陷入了沉默中 这次是尴尬的沉默 黄山辛好累好想退休 用一个笑脸表情打破了沉默 三浪的错 没毛病 黄山前辈心情 一下子愉悦起了 既然不用塞团子 他也愉悦地扫了宋书航的好友二维码 加了宋书航好友 黑龙世界 又接连度了两波大劫的宋书航 正一脸懵逼 两波天结后 他的三四小金丹也全部化为了灵狐 同样是九层深的灵狐 对应着最高级别的九龙文金丹 金丹构图 曾经与远古绝唱的圣人之音 和无限的碧水阁 依此具现化 成为琥珀 但宋书航的心泪 已经不在天结中 他眼前已经被一连串弹出的提示消息占据 第一 童挂仙师加你为好友 归入知音列表 第一 破阳几锅大加你为好友 归入到黑皮好友列表 第一 昆娜女士从盟友列表 转移到黑皮好友列表 第一 北河散人加你为好友 归入到可靠好友列表 第一 雪狼洞主加你为好友 归入到正见好友列表 第一 同学大师加你为好友 归入到表情好友列表 第一 灭凤公子加你为好友 归入到CPU外挂列表 在他度三波天节的时间里 就不断地收到九州一号群前辈们 加他好友的信息 而且这些好友 被按照和宋书航之间的关系 被分门归类到各个不同的好友列表中 宋书航揉了揉太阳穴 不用说了 肯定是三浪前辈在发现他的二维码可以扫描后 就马上通知了九州一号群的前辈们 然后大家就纷纷好奇地加他好友了 也好 本来我就是想加群里前辈们的 现在不过是提前了一步 宋书航道 现在他已经让龙洛小助手加了补丁 度劫的时候就不会将群里的前辈们卷入进来 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先将我的天节度完 接下来轮到我的第二小金单化为灵狐了 宋书航抬头望向天节 就在这时又有一条提示音响起 第一 黄山尊者加你为好友 归入到黄山妈妈列表 宋书航心中一惊 这个列祖能改个名吗 灵蝶道 黄山前辈也对这个分组名称很事无语 回头有机会 他是不是要找书航小友好好谈一下心呢 群员的身心健康也是很重要的 下回一定要找他好好聊聊 心灾的黄山前辈将分组称号暂时放到一边 然后他开始研究起龙洛了 这龙洛到底是什么东西 能将所有的人和宋书航小友连接起来 除了加好友的功能外 这龙洛是不是还有其他功能呢 这就是他身为群主 和其他道友只是群友的最大区别 两者看待事物的角度有所不同 感觉这龙洛是不是有等级 我能不能更进一步 进入到下一层区域呢 黄山前辈很快研究出了一点名 第1633集 黄山前辈一边关注着羽柔子和痘痘的天节 一边开始研究起龙洛来 一心二用 对他这个等级的修饰来说就和呼吸一样简单 黄山尊者现在处于灵蝶岛位置 但是却能以宋书航为节点 中转连接到龙洛中 他将部分意识潜入到龙洛内 便发现自己正处于龙洛的最外层 正常来说 只要进入到了这个龙洛 满足一定的因素 就能更进一步才对 黄山尊者思索起来 这时正在渡劫的宋书航 又收到了龙洛小助手的提示 霸龙管理员 你的好友黄山妈妈正在研究龙洛结构 并尝识进入龙洛下一层 是否给他开启进阶前线 黄山前辈对龙洛有兴趣 那就让黄山前辈研究试试吧 确定开启权限 另外需要给黄山前辈 转一笔魔力流量不 宋书航问道 可以通过管理员权限 画一定数额的龙洛能量 给黄山妈妈 供他尽其所需 龙洛小助手出声提醒 哇 有权限真是妙啊 我前不久为了晋级 都需要积攒魔力流量的 画波龙洛能量 对龙洛的正常运转 会不会造成影响 宋书航问道 他不能干杀鸡取卵的事 限定在一定数额内 就不会对运转 造成任何影响 龙洛小助手甜甜地回道 宋书航想了想后 再次询问 那就在不影响龙洛运转的前提下 划住一定数额的龙洛能量 均分给我的好友们 让大家都熟悉一下龙洛 呃 每人五百万流量可行吗 趁着有权限 当然要给九州一号群的前辈们 提供一些便利了 每一位好友五百万龙洛能量 完全无问题 龙洛小助手出声 甚至五百万流量数额 显得太小了 对龙洛来说 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如果由他来执行的话 直接会以万亿为能量单位 进行派送 呃 那就先发五百万 到时候看前辈们的需要再进行补发 宋书航道 轰隆一声 天空中的天结化为一条蛟龙 不断对宋书航施法攻击 天结的进化非常迅速 从古道出人形天结后 马上又延伸出了神兽天结 凶兽天结之类的延伸产品 尤其蛟龙天结 远程炸了宋书航半天 就是不从节云中下来 目前来看 他是这几波天结中 活得时间最长的一波天结 对了 有没有办法给核心世界里的聪娘 也发一份二维码投影 还有远在现实的另两位弟子 楚楚和小彩呢 宋书航出生 其实不仅是两位弟子 还有师主两只罗里 还有小和尚果果 三日师兄 他都想要给他们发个二维码图过去 功德舍美人文言 眨了眨眼睛 然后他尾巴轻轻一拍 召唤出功德肥精做起 将他送入到宋书航的核心世界 宋书航自从得到了笼络的权限后 核心世界已经恢复开启 功德肥精带着宋书航的二维码投影 前去联系聪娘和龟前辈 以及楚阁主的脑袋 接着 阿锦分成仙子又掏出宋书航的手机 他的双手带着手机 潜入到功德网络之中 借着功德网络和现实间的连接 给小彩和楚楚 各发了一张二维码金单构图的图案 阿锦分成仙子 今天行动力满分 他今天 似乎心情很好的样子 灵蝶倒 黄山尊者正研究着龙落的时候 突然收到一条消息 第一 超级管理员霸龙 向你划拨五百万龙落能量 黄山前辈心下疑惑 霸龙 这道好的风格 不会是舒航小友吧 他是龙落的超级管理员 他不会又搞了什么大新闻吧 正思索间 黄山前辈发现自己在龙落中的账号开始飙车 代表着他的黄山哀地飞快地从龙落一层进入到第二层 进入到二层的时候 他感应到从龙落上有少许的精神力反馈过来 稍稍增强了一点他的神识强度 随后 他的意识被带入到了一个龙落天结世界 在他面前 一只猙獰的黑龙踏步而出 充满着威严 黑龙张口 正准备对着黄山尊者吐出一口龙息 但是他的龙息还在喉咙中酝酿时 黄山尊者已经闪身到他身边 一拳就将他的脑袋给打爆了 毕竟是一进二的龙落天结 虽然看上去威严 其实很脆弱 对于七品尊者来说的话 黄山前辈杜结时的画面 全部反馈到了宋书航的脑海 这个杜结的过程 宋书航从头到尾都处于黑龙天结的视觉角度 毕竟他是龙落的管理员嘛 身为天结 还没发威就被人怼掉了 其实蛮尴尬的 现实的天结遇上白前辈时 会不会也是像我现在的感觉 宋书航心中暗道 或许我应该对天结大爷好一点 他其实蛮不容易的 黄山尊者轻易地轰死了黑龙 他的境界稳稳地落到二级区域 然后随着他的意念 他的精神力符合条件 加上拥有了足够的龙落能量 代表着他的黄山哀帝 再次往第三级位置狂奔 二进三的黑龙变成了五只 而且不再是吐息 而是威力更强劲的光束炮 但和上回也一样 还没等他们开动 黄山尊者已经挥拳 将他们全部打爆 渡劫结结束 他的哀帝稳稳坐落到三级权限区域 神识方面再次得到反馈 稍稍增强了一些 那五百万的龙落能量 又消耗掉了少许 总体上 龙落的区域和修饰的境界持平 只是龙落更注重精神力方面 黄山前辈已经开始总结经验 或许这是书行小友送给大家的礼物 于是黄山尊者打开九州一号群 准备将自己对龙落的研究 总结归纳后再发到群里 此时九州一号群里 大家都在谈论着 由霸龙送给大家的五百万龙落能量 大家都在猜测着 这能量到底有什么用 并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 北河伞人暗暗松了口气 讨论五百万龙落能量的话题 是他强行带起节奏的 这样一来 狂刀三浪就能暂时避过一劫了 但这只是缓冰之计 该来的终归还是会来的 他只能为三浪争取到一点缓冲的时间 让他做好心理准备 希望三浪遇上了一只仙子时 不会太惨 身为三浪的好友 北河伞人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关于龙落能量的运用 我刚才诚实过 你们都可以试试 黄山兴好累好想退休说吧 将自己整理好的 关于龙落层次 晋级方法 杜劫难度等内容 都发到了群里 供大家参考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境界等级 对龙落层次进行尝试 初期反馈过来的精神力可能并不算强的 不过到了后期 反馈过来的精神力应该会很不错 黄山尊者道 灭风公子发了个大拇指表情 不愧是黄山前辈 身为一群之主 关键时候黄山前辈总是能够震住场面 北河伞人马上顺势开始带话题 那大家不如都尝试一下 在龙落中冲一把 看看自己能冲到哪一个层次 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也不一定啊 我有种直觉 这龙落应该会给我们带来惊喜 明月几时有发言 话说 你们谁能发一个二维码给我吗 我刚离开了一会儿 回来翻了半天的聊天记录 都没有找到二维码在哪 没二维码我加不了好友 也无法进入龙落呀 老北河我们来比试一下吧 我虽然是五品竞技 但我的精神力已经达到了六品左右 我感觉我或许能一口气冲入六级区域 狂刀三浪哈哈大笑 北河伞人发出了六个点 钥匙的账号发出了一段长文字 修士在五品竞技的时候 能凝聚出一颗金丹 那龙落在第五级的时候 会不会也演化出有趣的东西来呢 PS 这是江紫燕带我手打的内容 语音聊天在群聊天记录刷得比较快时 很容易被人忽略 所以有时聊天节奏比较快时 要是会让江紫燕代替他手打 偶尔他也会用语音打字 就是识别度不够高 经常有错别字 我隐约记得书行提起过他的某颗金丹和新的小世界有关 会不会就是和这龙落有关啊 荔枝仙子提示 雪狼洞主的好奇心也被挑起来了 若是真能再凝聚出一颗金丹 感觉会很有意思 荔枝仙子的猜测引爆了群里道友的兴趣 对修士来说 修炼和增强实力是最重要的事情 九州一号群的成员纷纷进驻龙落 进入到了比赛冲层次的游戏中 群里再次安静了下来 明月几时有再次发言 还有人在吗 谁能给我发个二维码吗 又片刻后 明月几时有绝望了 你们都冲龙落层次去了吗 四辽都没一个人回我的吗 灵蝶岛 黄山珍军是群里第一个 进入四进五级区域的 他同样很好奇 在他自身已经欺品尊者境界后 再踏入第五级区域 会产生什么有趣的变化 正思索间 黄山珍军发现自己的身体 仿佛被流营仙子的技能击中 不受控制的腾空而起 在他的脚下浮现出一片洁白的云雾 像极了传说中的飞升 第1634集 洁白的云雾拖着黄山一路高升 这样下去 会直接被送入到太空中吗 黄山尊者轻轻摇了摇头 随后他一脚踏在云雾上 将拖着他飞升的云雾踩碎 如果是在平日的休闲时间里 他配合着龙落玩一把飞升也没问题 对于他这个境界的人来说 就算被送入太空 也不会有生存危机 但现在 羽柔子和豆豆正在渡截 他放心不下 虽然对飞升这游戏很感兴趣 但还是算了 下回如果有机会再尝试吧 反正 九州一号群里肯定有其他道友 在尝试冲击龙落等级 等他们体验完飞升后 再询问一下 他们飞升会有什么有趣的变化吧 黄山尊哲是九州一号群里最大的良心 如果九州一号群的群主不是他 这个破群早就完了 一脚将飞升的云雾踩碎后 黄山前辈重新落回地面 观望着羽柔子和豆豆的天结 从目前来看 羽柔子和豆豆之间配合得很不错 杜结暂时没出现什么问题 特别是羽柔子 关键时候总是能施展出一些令人惊讶的法术 威力惊人 数次将突然爆发的天结给扛下 算算时间 天结应该已经度过大半了 黄山尊哲满意地点了点头 继续在一边掠阵 数息时间后 黄山尊哲的身形又一次缓缓浮空而起 他低头一看 发现之前被他踩碎的云雾再次凝聚 拖着他的身体飞升起来 黄山尊哲没有犹豫 再次抬脚将云雾踩碎 身形落向地面 至少要等羽柔子和豆豆安全度过天结后再说 但当他落地的时候 一边凸起 他的元神受到了一种规则力量的牵引 从他的身体中顿出 元神的脚下浮现一片云雾 拖着他笔直飞升 黄山尊哲暗自叹气 哎 这飞升的力量还真是不屈不挠 但现在 无论是我的肉身还是元神 都不适合离开 黄山尊哲的元神同样抬脚踩碎云雾 云雾破碎开了 但黄山尊哲的元神却没有掉落 而是直接消失不见 黄山前辈愣争了一下 急忙闭目感应 随后 他发现自己的元神被云雾包裹着 在那种飞升的力量牵引下 进入了一个类似空间通道的地方 空间穿越 这是要将我的元神带到什么地方 黄山尊哲皱起眉头 几夕过后 黄山尊哲的元神 从那个类似空间通道的地方弹了出来 轰隆隆 他元神刚一出现 就听到了一阵爆炸般的雷鸣声 然后 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眼前 那是道金色的身影 由纯粹的功德之光组成 是宋书航小友的 功德之光阿锦分成仙子 宋书航同样感应到了背后有人靠近 他一转头便看到了黄山前辈的元神浮现于他背后 隐约间还可以感应到黄山前辈和他之间多了种奇妙的联系 黄山前辈 宋书航惊讶的 前辈怎么突然过来了 而且直接出现在我背后 这就直接卷入到了我的天洁范围了 书航小友 黄山村折望向宋书航 你的模样变老了 我一下子都没能认出你 你在干嘛呢 啊 如您所见 我在渡劫呢 宋书航直了指天空 虚空中 那道蛟龙天节灵活地在节云中穿梭着 并不断地施展雷法 对宋书航进行远程攻击 而在黄山前辈的原神卷入宋书航渡劫区域的瞬间 蛟龙天节的身形暴涨了一圈 威力涨了一半以上 黄山村者抬头 望向那条栩栩如生的蛟龙天节 一阵沉默 哦 抱歉 卷入到你的天节中了 黄山村者道 宋书航连连摆手 啊 没关系了 这种程度的天节 我还是能扛下来的 毕竟这里是黑龙世界 他又执掌龙鹿 哎 我更在意的是 黄山前辈你是怎么跑到我这里来的 而且是以原神的方式过来 宋书航好奇询问 哦 飞升过来的 黄山尊者回复 我在研究龙鹿 在四境五级别区域的时候 便产生了飞行的异象 我因为有俗世缠身 便踩碎了飞升的云路 但后来 那原物牵引着我的原神 一直到了这里 宋书航沉默了片刻 转而望向肩膀上的龙鹿小助手 还有这样的操作 龙鹿小助手摇了摇头 黄山尊者处于现实位置 身体并不在黑龙世界 那里不是龙鹿的地盘 他们能接触到龙鹿 是因为宋书航掌握着龙鹿的管理权 以宋书航为中转站连接龙鹿 所以在使用龙鹿的过程中 会发生什么样的异变 龙鹿小助手也无法预计 小心 天杰落下了 黄山尊者提醒 天宫中 蛟龙天杰或许是因为 体型壮大了一圈的原因 自信暴涨 他终于从劫云中钻出 不在远程施法 而是直接朝着宋书航轰落下 阿锦焚成仙子的三层功德殿 投影被一击轰穿 黄山尊者恐恐微缩 这天杰的威力 已经达到了正常七品尊者 全力一击的程度了 这是因为他的原神 卷入到了宋书航的天杰中 而引起了天杰的异变吗 这时 宋书航伸手虚装 三十三兽组合法器 中烟的圣剑再次出动 剑刃横扫 对准蛟龙天杰 可惜了 中烟的圣剑是剑类形态 如果是刀类的话 说不定还能配合着 我施展刀翼 威力倍增 宋书航感叹出声 另外 如果他有剑术天赋多好 配合两百米长的中烟圣剑 他完全可以让对方 先跑个二百九十九米 巨剑配合剑翼 轻易就能达到三百米夹的长度 正当宋书航念头一动的时候 他背后的黄山尊者 忽然惊疑出声 紧接着 宋书航感觉自己和黄山前辈之间 那种奇妙的联系 一下子加强了 两人的原神 仿佛强烈地共鸣起来 宋书航伸手 抓住中烟圣剑 胸口仿佛有一股气 不吐不快 天柱玄黄剑 中烟圣剑上有剑翼冲天而起 随后一招玄妙无比的仙人剑法 被宋书航施展出了 一剑斩下 虚空中并有无数的玄黄之气垂挂下来 和这一剑融为一体 这一招 既是剑术 又是玄妙无上之法 第1635集 剑术中蕴含着无上之法 剑和法相辅相成 安倍一声 天柱玄黄剑狠狠斩在蛟龙天结上 一剑便直接将蛟龙天结给斩爆 蛟龙天结消散 化为纯粹的天地灵气 扩散开了 而天柱玄黄剑的剑气 在斩了蛟龙天结后 于事不浅 那咆哮的剑意冲天而起 将虚空中的劫云 也展开一条红沟 痛快淋漓 这就是施展剑术的感觉呀 何等美妙 宋书航握剑的手都在颤抖 因为中烟之剑太长太重 抓久了手腕有点累 他回忆着刚才挥剑时的那点点滴滴 剑术天赋的他 能斩出这一剑足够他回忆一辈子了 他细细回忆剑意爆发的那种感觉 和刀意爆发比起来 诶 宋书航突然顿了顿 是错觉吗 他感觉剑意在施展的时候 怎么和刀意爆发时区别不大 感觉就像是蛋炒饭和饭炒蛋的区别 味道其实差别不是很大 在宋书航身后 黄山尊者望着天空残余的玄黄之气 一阵沉默 错不了了 刚才宋书航施展的 正是他这一系传承的独门剑术 天柱玄黄剑 是刚才那种奇怪的元神共鸣状态 让宋书航小友借助了他的力量 施展出了这一招剑术吗 不过 现在不是考虑这么多的时候 书航小友 你的天结应该结束了吧 黄山尊者出声道 我们先将这种奇怪的元神共鸣状态结束 然后你们离我远点 莫名其妙地卷入宋书航的天结状态 又莫名其妙地怼了一拨天结 好在宋书航没出问题 另外 黄山尊者感觉属于自己的那部分结要来了 就是他从龙落四层提升到五层所需要面临的结 他不想将宋书航卷入到他的结中去 皇上前辈 还没呢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我应该还有最后一步天结 宋书航望向自己的小丹田 随着蛟龙天结破灭 七彩妖丹也融化开来 化为灵狐 同样是最高的九层深度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还会有最后一步天结用来化开第一小金丹 黄山尊者叹了口气 抓紧时间 一口气将你的最后一步天结度完 然后我们也最快的速度分离开了 正当两人说话间 突然宋书航身后又有一波空间波动涌现 两人一转过头 便看到狂刀三浪的身影被空间吐了出来 嗖的一下落在宋书航的身后 啊 差点要死了 差点要死了 拜托了 三浪惨叫连连 和黄山尊者一样 他也是原神状的 哎 黄山前辈你也在啊 我还以为我是第一个冲击入第五层笼络的人啊 我还用了点精神力爆发的小窍门 没想到黄山前辈还是比我快了一步呀 狂刀三浪爬了起来 哈哈大笑 黄山尊者望着三浪一阵沉默 他是为了照顾羽柔子和豆豆 不想马上尝试飞升 踩爆了几次飞升的云雾后 被云雾直接吸扯着原神落到了宋书航的身后 三浪怎么也是纯原神状态过来的呢 正常情况下他不是肉身被云雾托起直接飞升的吗 哎这位大叔你好啊 哎你看着有点眼熟啊 是哪位道友啊 狂刀三浪又望向宋书航 宋书航的 是我呀三浪前辈 我是宋书航 狂刀三浪眨了眨眼睛 啊 书航 你这是被炸干了吗 怎么仓脑成这个样子了 哎一言难尽 三浪前辈 你怎么过来的 宋书航问道 同时他在心中飞快地沟通龙落小助手 之前黄山前辈是因为踩了两次飞升的云雾 原神被带到龙落中转站 宋书航的身边 但三浪前辈怎么也过来了 我在冲击四进五龙落后 就脚下生烟雾 进入飞升的模式 但是由于我的新洞府施工还没有完成 天顶是密封的 飞升到洞府天顶的时候 一头撞到天顶就飞不上去了 再接着我的原神就被牵引出来 被卷入到了一个类似空间通道的地方 哎我对那个类似空间通道的地方还蛮感兴趣的 就想抠一块通道壁下来 结果还没开始抠就被扔到你这里了 狂刀三浪笑着瘫了瘫手 黄山尊者暗暗咬牙 没有说话 宋书航急忙对龙落助手下达命令 让他将这个补丁给打上 九州一号群的前辈们 在四进五层的飞升状态时 如果原神被牵引出来 能不能别往我的位置牵引 可以的话 马上打个补丁 他现在可是在杜劫状态中 如果群里的道友接二连三过来 后果不敢想象 龙落助手摇了摇头 县市九州一号群的成员 是通过宋书航为中转连接到龙落的 他们飞升的时候 原神被法则接引到黑龙世界时 肯定也会先被牵引到宋书航的身边 那更改一下 如果后面还有前辈的原神被接引过来时 将他们的坐标定在 我身体五百米外的距离 这样可以办到不 宋书航又急忙问道 龙落小助手略意停顿后 点了点头 表示可以办到 快快快快 将这个补丁给打上 宋书航急忙催促 九州一号群里的前辈们 各个动手能力超强 狂刀三浪前辈已经过来了的话 其他前辈说不定都已经在过来的路上 宋书航绝对不敢小看前辈们的能力 但他话音刚落 身边又有好几道身影接连浮现 于娇娇的父亲娇把真君 许久不见的白鹤真君 以及最近很少在九州一号群冒炮 整天忙着建立儒家大业的很火真君 三位真君全都是以原神的模式出现 这里是什么地方呀 娇霸真君举目似望 娇小女性形态的白鹤真君 与带欣喜 白鹤没在吗 我似乎闻到了它的味道了 伤到今了本来想万万冲击龙落小游戏放松一下 怎么就原神出窍被卷入到这里来了 横火真君却是一副苦恼神色 白鹤真君率先发现了不妥 我去是宋书航 片刻后他一抬头 我去又是天杰 宋书航抬头望天 龙落小助手打补丁的速度 都赶不上群里前辈们行动的速度 紧接着又有树道身影踏步而出 是荔枝仙子 古狐冠真君 洛臣真君 现功居士 随后东方六仙子 云游僧通玄 造化法王 雪狼洞主 先后从空间中钻出 宋书航隐约可见 后面还有群里的前辈们 在排队等着出来 这还打个屁的补丁啊 人都要到齐了 第1636集 事实证明 你前辈永远是你的前辈 宋书航抬头望天 一群人就要整整齐齐的 龙洛小助手的补丁 还没有来得及打上 那些宋书航眼熟的群里的成员们 基本已经全到了 啊 北河你也来了 你也经历了飞升吗 雪狼洞主热情地打着招呼 北河散人微微一笑 环视一圈 群里之前在线的道友都来了吧 在场的大部分都是熟面孔 话说 今年九州一号群道友们 线下聚会的频率超高啊 以往大家几十年都聚不了一次 可今年都聚了好几次了 虽然每次聚会都是意外 最后 北河散人又忘了一眼三浪 没救了 就算是华佗在世也救不了三浪 谁也没有想到 只受完个龙落冲层游戏 竟会将大家的元神聚集到一起 这回三浪量了 谁是第一个出来的 我出来的时候已经看到 黄山前辈三浪 书行 白鹤 狠火 还有骄霸 东方六仙子问道 黄山前辈是第一个出来的 浪某第二个 迟了黄山前辈半步 狂刀三浪说得得意洋洋 北河散人微微转过头去 不忍心去看三浪 这个时候还不低调 还要凸显下自身的存在感 励志仙子眸子微沉 微微一笑 找到你了 三浪 下一刻 励志仙子慢点 慢点 一定要转兔了 事实证明 元神比肉身更加脆弱 同样的技能在对元神直接释放时 伤害力加持 豆豆没来吗 灭风公子望了一圈 都没有找到豆豆的身影 顿时感觉有点无趣 他腰声最大的乐趣 就是吃鱼睡觉打豆豆 而此刻豆豆却不在 黄山尊者回道 他被卷入到羽柔子的天节中了 还在合作度节 我的本体还在那里看着 应该不会有问题 我感觉这里的气氛有点不对 有些压抑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古虎惯贯真君转头看向身侧的道友 灭风公子点头 嗯 我也有这种感觉 同上 我也感觉到压抑 浑身不舒服 荔枝仙子小手转得飞快 三浪就像正在工作的直升机螺旋桨 已经快到看不清身影了 白鹤真君叹了口气 抬头望天 你们就知道为什么压抑了 仲前辈一抬头 便看到节云在凝聚成形 电弧不断闪烁 一看威力就不会小 县功居士惊叫出声 我去又是天节 谁这么没功德心在人群中度节呀 天府器宗阳贤道 宋舒航是欲哭无泪 默默估算着天节的威力 是舒航小友 他本来就在度节 我们的原神跨空间而来 卷入到了他的天节中 黄山尊者心塞道 也就是说 可能是我们的错 黄山前辈 我们现在离开还来得及吗 东方静雪仙子 期盼地望着黄山尊者 黄山尊者 慈悲地摇了摇头 刘盈仙子一声低叹 凉啊 群里除了几位闭关的 或者今天正好没上线的 其余大半的成员都聚集到了这里 这么多的原神汇聚一地 加入宋舒航的天节中 天节的威力得提升到什么程度啊 而且更糟糕的是 群里的成员现在都是原神之躯 发挥不出最大的战斗力 灭凤公子有些担心 不会像上次宋舒航的天节那样 我们直接被拉入到天节世界 渡八品玄圣节去了吧 或许啊 这次我们不会被拉入到天节空间中 这时宋舒航平静分析起来 上次的情况可以算得上是天节bug 是个漏洞 而如今天节日新月异进化非常快 上次的天节漏洞说不定已经被堵上了 只要不会被拉入到天节空间中 那前辈们就不用怕 渡节我有把握 宋舒航又补充 他身为龙洛管理员 只要还站在黑龙大帝这片土地上 他就能借着龙洛的力量磨过天节 补丁以更新 这时龙洛小助手终于出声提醒到 宋舒航望了一圈 群里演书的成员基本上全到齐了 还有谁没来吗 东方六仙子问道 齐修前辈没来 他刚晋升玄盛境界 应该正忙着呢 北河散人道 齐生府都有也没来 他今天可能没上线 俗室阿齐也不在 阿齐最近神神秘秘的 不知道才干嘛 话说数字带齐的是不是都特别幸运 都避过了这一劫了 钥匙抓了抓头发 江紫烟在他身后 替他默默地将圆神头发 扎成一条条小辫子 以后就叫我狂刀气了 狂刀三浪拼命地叫喊 正说话间 五百米外 有一个空间通道出现 苏氏阿齐一脸懵逼地 从虚空中钻出 奇怪了 我刚看到一位 眼熟的仙子 在通道前方走着 但突然空间通道 就断开了 发生什么事了 这是宋说行 让龙洛小助手 打得补丁生效 阿齐被传送到了 五百米外 处于天洁范围之外 安全区域 就在苏氏阿齐说话间 他的原神不由自主地 飞了起来 然后他就像被磁石吸引一样 被吸入到了 宋说行的身后 一群人就是要 整整齐齐的 来了就别客气 宋说行心好累 这补丁根本就没有 任何的效果了 阿齐先辈 你看到的眼熟的仙子是谁啊 苏天沟周黎好奇问道 他最近小日子过得不错 不仅和儒家那位仙子 确定了关系 兜兜最近也被关了禁闭 不再折腾他了 苏沙七抓了抓头 感觉是一位很眼熟的仙子 仔细想想的话 我应该从来没有见过的 但可以肯定 他一定是我们 九州一号群的成员 否则就加不了龙洛 原神就不会被卷入到宋书行小友这里 面凤公子推了推眼镜 会不会是宇柔子还曾经将二维码发给别人过呢 要师推一次 群里的那枚宋书行金单二维码 就是宇柔子发出来的 你们是不是忘记了一个人 荔枝仙子道 我隐约记得 我们群里有一位叫岁月仙子的道友 或许阿星你看到的就是他 是最强居士 而且居士是男的不是仙子 这一点我可以百分之一百地肯定 北河散人提醒 居士是男的没错 黄山前辈点了点头 所以阿琪看到的不是居士 说起来 居士没有过来吗 或许我知道真相了 宋书行终于找到了插画的机会 是同挂前辈 他刚将在场的前辈和记忆中的一一对应起来 然后发现在场的道友中 并没有一视同挂的身影 北河散人顿时眼睛一亮 算黑挂的 对呀 恐怕就是他了 他当时还在群视频中直播扫了书行小友的二维码呢 如果算黑挂的在阿七的前面 那他差不多应该要出现了吧 出现在五百米外的距离 荔枝仙子转头死亡 九州一号群十大未解之谜 同挂的真实模样 或许今天就能得到答案了 肉体的外表可以通过一绒树来进行改变 元神却无法欺骗他们 正说话间 五百米外有空间通道开启 有两道身影共同从通道中踏出 你们大伙都盯着我看看吧 怪害羞的 天天哈哈大笑 在他身后是目光有些呆滞的田田副导主 他的状态似乎还没有完全恢复 和苏神阿七一样 田田和田田两兄妹刚一出现 就像被磁石吸引一样 吸入到了群援大军中抱团取暖 那边还有个人 造化法王发现了目标 天空中有个身影垂直地从空间通道中掉了出来 修长的双腿 大红色的裙装 果然如阿七所看到的 是一位仙子 没错 红裙身影落地后 发出一声低吟 哎呀呀 怎么算是出来了 随后 这身影抬起头来 脸上戴着一副精致的金属面具 这面具是珍贵的元神法器 专为守护元神而设计 戴上它之后能屏蔽气息 强化元神等效果 一瞬间 九州一号群成员们全部静默下来 彼此暗暗交换着眼神 酸黑卦在这方面简直是无懈可击呀 但至少有一点终于确定了 北河散人嘴角上扬 酸黑卦的原来你是位仙子 童卦先是拍了拍自己的大红裙装 懒洋洋道 好吧好吧 你喜欢就好 你觉得我是仙子 那我就是好了 反正就算我是仙子 你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你瞎开心什么呀 短短一句回复 童卦的声线一直在变化 连续换了好几种声音 听起来特别古怪 北河散人脸上的笑容更深了些 我这不是开心 我这是得意好吗 我这是终于确定了 酸黑卦你的性质 露出的是得意的笑容好不好 如果酸黑卦的真的是仙子 我突然感觉他酸黑卦的属性 也一下子变得可爱了起来 有时候仙子真的是有特权 焦霸真君感叹 这时童卦先是 也像被磁石吸引一样 被拉到了大火群里 正好落在焦霸真君的边上 嘿嘿嘿 但是太遗憾了 焦霸道友 我不是仙子 也可爱不起来 童卦发出得意的男子声音 掀开上衣 露出结实胸肌 也只有蠢货北河 看到我一身红裙 就得意地以为猜测出了我的性别真相 其实这红裙子 是我刚在通道中换上的 嘿嘿嘿 北河散人狠狠咬牙 酸黑卦的 你这家伙迟早得被雷劈 轰的一声 天空中一声闷雷乍响 说批就批 北河你学了零年了 童卦抬头望向天空 我日日您来 天节 第1637集 童卦仙师道 你疯了 你不要命了 这么多人在 还要引下天节 准确来说 是书航小友早就在杜劫了 而我们从空中通道中钻出来 一个个都卷入到了他的天节中 所以 错的是我们呢 焦霸真君对他解释 童卦仙师沉默了半声 凉了 对不起了 书航小友 我们这些前辈太不可靠了 竟然还会给你添麻烦 是的 反正我们都要凉了 童卦 让我们看看你的真面目吧 反正我们都要死了 东方六仙子悠悠地叹了口气 一脸绝望 不 反正都要凉了 就让我带着这个秘密 生死盗销吧 死之前 能让大家对我抱有幻想和猜测 是再好不过的了 童卦回道 东方六仙子直接丢了个白眼过去 他最恨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 只要不被卷入天节空间的话 我们就能撑过去的 宋书航估算着当前的情况 永不陷落的圣城和中烟的圣剑 都处于准备就绪状态 宋书航已经连接笼络 为他们源源不断地提供能量 这话说好你已经讲过一次了 灭风公子出言提醒 在渡劫前 咱们能别疯狂地插旗好吗 但是不多提几遍 我心里不安呢 宋书航暗暗叹了口气 他其实是在变相地给自己打气 轰的一声 天空中最后一波天节终于凝聚成形 声势浩大无比 节云笼罩数个龙林小世界 天雷天火在节云中不断穿梭着 各种各样的奇异的天节形态 在节云中诞生 破灭又重新诞生 这似乎是天节在推算并强化各种天节的形态 宋书航皱起了眉头 从节云的面积来看 天节的威力已经达到了之前 昆娜女士从八进九天节中引出的 强化天节涨心雷的面积 若当真如此 天节的威力已经完全达到了八品 甚至接近九品的程度 而出于对现世的保护原则 天节的威力一旦达到了八品级别 会对现世造成巨大的破坏 所以会强制性地将杜绝者拖到天节空间里去 希望这个八个已经被修复了 宋书航心中期盼 提示 现世跨位面天节一变 强度等级为八家强化级别 特殊空间 组团度节空间开启 来自龙洛的提示声在宋书航耳边响起 宋书航目瞪口呆 他猜中了开头 却没有猜中结局 现世的天节的确在随时进化着 并且连上回组团度节 会被转移到八品玄圣节空间的bug 也被修复了 甚至连群体度节时天节强度的计算方式似乎也进行了优化 若是老款的天节大半个九州一号群成员的原神挤过来度节 天节的威力分分钟就会破九品 而现在在组团度节的计算规则下 天节的强度暂时为八品佳 但是漏洞被修复不代表是宋书航等人就能呆在原地度节 天节为了修复这个bug 专门开辟出了一个全新的度节模式 组团度节空间来满足诸天万界修炼者们的需要 既保证了天节的威力 又不会让威力过大的天节伤害到现实 并且也取消了bug爆圣印的功能 组团度节一时爽 身死倒消火葬场 余娇娇海底墓地年终六折大优惠 这个组团度节空间拥有着八品的天节威力 却在度节成功后很可能不会有胜印这个大奖励 这一趟可能要亏本呢 特殊空间组团度节空间开启 正在进行空间切换 龙骆提示音忠诚地想起 在组团度节空间中我还能连接到龙骆吗 这才是宋书航最担心的问题 龙骆小助手在他肩膀上摇了摇头 无法确定 组团度节空间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向世人开放 谁也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模样 会以怎么样的天节模式降临 一阵天旋地转过后 宋书航感觉自己被转移到了 那个组团度节空间之中 连同他一起被转移过来的 还有大半个九州一号群的前辈 以及李英竹 两套三十三兽组合法技 也成功被带入进来 毕竟他们是宋书航的本命法技 天节空间 灭凤公子望向这个陌生的空间出声问道 所以说度节先千万别立即呀 不是天节空间 宋书航回道 这是组团度节空间 由天节最新净化出来的功能 黄山尊者暗暗吐槽 哎 能逼得天节净化出全新的模式 书航逍遥 足以名垂千古了 天节呢 天节在哪呢 狂刀三浪问道 此时 众人所属的空间是一片纯白的世界 整个世界除了洁白的地面外 再无其他事物 在他们的头顶处是一片虚无 没有洁云 也没有洁雷 此时 宋书航脚踏地面 中烟的圣剑插在身边 永不陷落的圣城守护着李阴竹 功德舍美人轻轻拖着宋书航 大半个九州一号群前辈们的元神 扎堆在一团 浮在宋书航的身后 就像是宋书航施展圣渊龙力神功时 漂浮在他身后的那些猴子 没看到天节 也没有感应到天节的气息 好古怪的世界啊 荔枝仙子道 宋书航捏着下巴 心中突然涌上一个想法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组团渡结空间还没有完成 还只是个半成品呢 天节最近在不断地进化 而且连bug也会修复 但创造出一个组团渡结空间可不是容易的事 需要各种设定 天节的威力啊 空间的承受能力啊 渡结的模式等等 如果这个组团渡结空间还是个半成品 那我们是不是只要在这里面待着 时间一到就算渡结成功被放出去了 破阳几锅大四处打量起来 我感觉天节不会这么善良 我们还是做最坏的打算 黄山尊者出言提示 天节可是修饰的劫难 既然是劫难 又怎么可能会让人轻易度过 大家打起精神来 说不定天节突然就轰落了 为何散人赞同黄山前辈的说法 众道友齐心警戒 小心观望着这个黑白世界 半赏后 宋书航平静开口 或许 我知道这个组团渡结空间的天节 没有落下的原因了 书航小悠发现了什么 黄山尊者问道 宋书航回道 嗯 因为我们被卷入组团渡结空间了 但是我们的天节就还在外头 还在黑龙世界的上空飘着 他没有同步转移到组团渡结空间来 他刚才一直通过龙落小助手 尝试连接龙落的时候 连接虽然成功了 但是连接很不稳定 断断续续 刚连上又马上掉线 根本无法通过龙落抽取力量 不过通过龙落 宋书航还是看到了几个画面 比如黑龙世界上空 那不断翻滚的结云 黄山尊者捏着下巴思索起来 渡结的人进来了 但天节却被关在门外 这算什么 天节不进来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干等着 要是天节一直不进来 我们就要一直被关在这个该死的空间中吗 灭风公子揉了揉眉头 这可不是他想要的结局 北河散人首先想到了老对头 童挂 这个时候到你出场了 给我们算一挂 看看我们能不能顺利渡结 挂不算计这种事 难道还需要我提醒你 童挂先师翻了个白眼 我继续关注黑龙世界上空的天节 如果有变化 马上提醒前辈们 宋书航一边说着 一边不断地通过龙落小助手连接龙落 通过断断续续的连接 他从龙落那里得到了一些天节的信息反馈 龙落上空 那翻滚的结云终于稳固下来 在宋书航又一次连接龙落的时候 得到了一条来自龙落的信息提示 简直到来自县市的跨卫面八级加强度天节完成体 是否对其进行同步 将其转化为黑龙世界天节 连八品加级别的天节都可以转化 诶 权限真是个好东西 难怪人人都想要权限 转化 马上转化 宋书航飞快发出指令 黑龙世界天节主要针对精神力 而物理伤害偏弱 同等级下 黑龙世界的天节威力远弱于现世 转化开始 但是还没等转化彻底完成 黑龙世界上空的那团结云 便猛地消失不见了 来了 宋书航大声提醒 杰云消失不见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被从黑龙世界提取到了这个组团渡结空间 轰隆隆的雷鸣声响起 杰云终于进入到了这个空间中 巨大的杰云笼罩上空 面积极广 一眼望去看不到边际 而在杰云出现的同时有紫色的火焰从地底冒出 熊熊燃烧起来 那永不陷落的圣城守护着的李英竹暂时没事 而宋书航和九州一号去的前辈们却被突然冒出的火焰 糊了一身 这种火焰不是六品以下的防御 只有七品以上的法器和防御才能抵御住他们 好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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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感觉这火焰在直接灼烧灵魂 奇怪 黄山村哲指尖挑起玉铝紫火 这火焰是虚幻之物 九州一号群成员的元神全部没有受伤 但紫火灼身的痛苦却数倍地反馈到众人的意识上 宋书航站在紫火中细细体验着痛苦等级 总体感觉他能比较轻松地撑住 他望了眼身后的九州一号群前辈心中一动 下一刻所有的群成员元神和宋书航的元神之间 进入到了一种共鸣的形态 一如之前他和黄山尊者间的共鸣 进入共鸣模式后 九州一号群的成员突然感觉这紫火灼身的痛苦 一下子减弱到了不知一提的程度 第1638集 怎么回事啊 火焰的伤害减弱了 灭凤公子好奇的 黄山尊者若有所思地望向宋书航 火焰的伤害并没有减弱 不过我们现在进入到了共鸣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所有人都能连接在一起 这样一来这种程度的火焰伤害对我们来说就不值一提了 宋书航回复 北河散人明白过来 哦 是所有的痛苦平均分散给所有人承受的原因吗 不对啊 就算平均分散了痛苦 大家所承受的痛应该依旧相同才对啊 不是分散痛苦 而是通过这种共鸣 将我对痛苦的忍耐共享给大家 就像之前通过共鸣状态 能将黄山前辈的剑术共享给我施展是一个道理 我也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尝试一下 没想到真的就成功了 宋书航道 看样子他的忍耐痛苦也被默认成了一种技能 可以通过共鸣模式分享给别人 九州一号群的成员全部沉默下来 对痛苦的忍耐 真是个听着就令人感觉心疼的能力 这些子火只是天洁的剪奏 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八品级别的天洁 宋书航道 子火是被黑龙世界法则同化的那部分天洁 所以是虚幻之火 接下来头顶的天洁会以何种形式降临 这种全新模式的天洁空间 很可能会配上全新模式的天洁 正当宋书航思索之际 在祖团渡劫空间的正前方 突然响起一阵波动 劫云中有紫金色的雷柱酝酿成形 随后有一个耀眼的小太阳在劫云下浮现 新的天洁来了 可一出来就直接上小太阳等级的攻击 会不会有点夸张 不对 等下 宋书航眨了眨眼睛 这小太阳给他一种无比熟悉的感觉 而且那阳光虽然刺眼 宋书航却能直视太阳的核心 他隐约可见在小太阳的核心中 有一尊钢铁锁住的男子正在发光发热 而男子的身边还站着一位身材高挑的长发少女 宋书航的神经瞬间紧绷 那是太阳船 钢铁化身 以及他目前绝对不想再见的天地 紫金色的雷柱劈落 劈在小太阳之上 小太阳飞快地移动起来 速度极快 就仿佛是瞬移一样 在祖团渡劫空间中闪现 但那道紫金色的雷柱 以同样的速度在节云中穿梭 如影随形 雷柱不断地披露 追击小太阳 一副恃不罢休的模样 身为渡劫正主的宋书航等人 反而被晾到了一边 吞噬他 钢铁送 小太阳中传出宇柔子那精脆的声音 下一刻 小太阳光芒大胜 紫金雷柱轰落 但最终全部被小太阳吞噬吸收 不仅如此 小太阳将雷柱吞噬后 还对着天空的节云狠狠一息 直接将节云都吸收了大半 天结暂缓下来 重新继续力量 趁着这点时间 小太阳翻滚了一圈 又闪现到宋书航的面前 停顿下来 拥有宇柔子外表的天地 从小太阳中一步跨出 哎呀呀呀 我似乎被卷入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方 此时的他 身穿一套闪闪发亮的全身甲 装甲背后还有一对装饰品般的大翅膀 他和宇柔子唯一的区别就是眼眶 天地在不伪装的情况下 他的眼睛漆黑一片 没有眼白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宋书航出声问道 宇柔子 身后有几位还不知情的九州一号群的前辈 疑惑道 宇柔子不是还在县世和豆豆一起度劫吗 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哈喽 各位前辈你们好啊 天地笑容灿烂 对着大家挥手 他是天地 远古天庭的那尊天地 只是占据了宇柔子的灵鬼之身 具体的回头再解释 总之 他不是宇柔子 宋书航飞快解释 九州一号群的前辈 一时有些愣争 远古天庭的天地 这种活在传说中的人物 突然以大家后辈的模样出现时 感官冲击还是蛮大的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宋书航再次问道 天地纯黑色的毛子盯着宋书航 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宋前辈你心里就没有一点数吗 宋书航咬了咬牙 一时间无言以对 我本来渡截渡得很顺利 眼看着快要通关了 结果宋前辈你要玩组团渡截 卷入到这种天节空间中来 我正和钢铁送一起渡截 就被卷进来了 你就不能好好地渡一次天节吗 普普通通的那种 天地也觉得心塞 宋书航抬头望天 另外 这里是组团渡截空间吧 天地举目四望 宋书航点头 那么 宋前辈 你们一路好走的 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很短 但你真是个很不错的后宫候选 可惜 我们注定有缘无分 天地对宋书航挥了挥手 宋书航皱着眉头 八瓶左右的天节 我还是有一定的把握撑过去的 他现在手中有几张底牌 龙络虽然断断续续 但终归还能连接上 另外 中阎的圣剑中那颗长眼睛星球 大佬的心脏也还动力十足 天地挥了挥手 祖团渡截空间最后一截 是必死之截 我不清楚那道天节 是以何种方式来呈现 我能知道的情报很有限 那么 天节要继续了 若我来生 宋前辈 我定会再将你收入后宫 我先走一步的 宋书航赶紧叫住了他 你能多带几个人离开吗 很遗憾 离开需要等价交换 天地说吧 身影就开始缓缓消失 小太阳和宋书航的钢铁化身 也跟着消失不见了 等价交换 等一下 宋书航叫道 天地口中的等价交换 让他想起了当时 昆娜女士用分身 将她本体从八进九天节 替换出来的模式 而天地能替代的 豆豆 下波天节要来了 实用技能 天狗失 使你爸爸 我没有这样的技能 这句话 我会一丝不差地 转述给阿爹的 姐 我的姐 我错了还不行吗 之前也是我不对 我不应该嘲笑你的道号 诶 正版宇柔子家豆豆 一脸懵逼地出现在了 宋书航的面前 我 我是不是眼花了 我仿佛看到了宋书航的爸爸 第1639集 宇柔子揉了揉眼睛 我还看到了 九周一号群所有前辈 漂浮在宋前辈爸爸的身后 宋书航停顿了片刻 我就是宋书航 果然和她想的一样 是宇柔子和豆豆 宇柔子替代了天地 进入到了这个空间 因为天地用的是她的灵鬼 而豆豆因为钢铁好有印记的原因 代替了宋书航的钢铁分身 宋前辈为啥变得这么苍老 宋前辈你到底经历了啥 宇柔子眨了眨眼睛 暗暗端详着宋书航 宋前辈的左眼是不是瞎了 看上去没有一点水分 是宋摩羯吧 我们的天结即将进入尾声了 所以宋摩羯就出现了 豆豆还没缓过神 宋书航叹了口气 不是宋摩羯 一言难解 宇柔子 豆豆 总之您两心过了 轰的一声 正说话间 虚空中的天结补给完毕 再一次降落 之前的紫金雷柱 算是第一波预告是天结 而这一波才是正式天结的开始 天结中竟然传出阵阵范音 随后一尊由节雷组成的大佛雕像 在节云中显形 大佛呈头下脚上的姿势 倒立悬挂着缓缓下降 看上去竟然意外地有逼格 大佛在下降的时候 张口发声 随着这一声沉重的佛音 宋说行只感觉自己的耳朵 仿佛聋了一样 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 狮子吼 造化法王的魔音增强盘 大佛雕像继续下降 这时佛像的鼻子中 又喷出两道白烟 白烟浮现的瞬间 宋说行感觉自己失去了嗅觉 宇柔子和豆豆的气味 小阴烛的气味 三十三兽组合法器的气味 全都消失不见 感官剥夺 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无上佛法 已经涉及到法则层次 不是屏蔽感官那么简单 而是直接剥夺感官的功能 造化法王的声音在所有人心中响起 众人现在处于原神共鸣阶段 可以使用类似心灵交流的能力进行沟通 这年头的天杰越来越看不懂了 这玩意真的是天杰吗 灭凤公子苦笑 宋说行叹了口气 天杰将不断地变化 我们只有尽快地适应他的变化 无法适应的人终将被淘汰 造化法王淡然回应 一般正经的书行小友 不知为何竟然让我有点不适应 注意了 又要来了 那倒挂的佛像 张口吐出一条栩栩如生的舌头 舌头上有一枚符纹闪烁 宋说行等人只感觉畏觉也被剥夺 接下来还会有视觉和触觉 如果都被剥夺的话 我们将看不见听不到 感触不到任何东西 只能被动挨疼 造化法王缓缓讲述着 在天杰世界中陷入如此被动 将是致命的 到时神识还能运用吗 宋说行问道 对修士来说 五官其实还不如神识来得敏锐 神识一扫 周围的一切都清晰到了如指掌 等我们的感官被剥夺后 这大佛肯定还会有配套的 限制神识的手段的 造化法王道 到时候众人将成为砧板上的鱼肉 任天节宰割 此时与他们同样状态的宇柔子 抬头望着天空 他和宋书航九州一号群前辈间 没有原神共鸣 听不到宋书航等人的交流 豆豆 宋前辈 我们上 趁着视觉没有被剥底前 宇柔子道 豆豆已然完全听不到声音了 不知道宇柔子在和他讲什么 我完全听不到你讲话 用传音入密啊 豆豆机智地改变了沟通方式 宇柔子马上使用群体传音功能 上了豆豆 宋前辈 趁着视觉被剥夺前 缴了这大佛 从头到尾 宇柔子都没有被卷入到 祖团天结世界的惊恐 他现在明显处于雀跃模式 豆豆纵身一跃 显现出大妖犬形态 脚踩烽火轮 迎向天空中的大佛 宇柔子跳到他背上 祭起宝剑 剑身拖在他身后 有一声声凤鸣声 从他的剑上传出 这是灵蝶岛的剑法 蝶凤变 这原本是五品级的剑术 可如今处于四品级的羽柔子 却已能跨级施展出来 皇山前辈 我们再来一次 宋书航通过心灵通话功能教导 他记起中焉的圣剑 两百米长的巨剑腾空而起 就像是巨大的战剑 映下一片阴影 元神共鸣 天主玄黄剑 皇山尊者配合着宋书航 施展着一绝世剑术 剑一爆起 虚空中有玄黄之气锤挂下来 这一剑斩出 既是剑又是法 而且这一次 天主玄黄剑又发生了变化 上一回 元神共鸣的只有宋书航和皇山尊者 共鸣的则是大半个九州一号群成员 这一剑斩出的同时 宋书航整个人仿佛变伤 成武器库 数十种不同的攻击从他身上爆起 除了中焉的圣剑之外 永不陷落的圣城中 有数种兵器落在宋书航身边 八臂法相 这是来自于古狐冠真君的神通 如今通过共鸣出现在宋书航身上 八只手臂抓住各种各样的法器 一对乌贼暴君双刀分开 一刀施展天刀藏星海 苏是阿七的最强刀法 另一刀施展七十二路狂刀 三浪的祖传刀技 老元圣是利剑搅动 化为夜空 北河散人的星河十二剑 巨鹿老君之宫张开 虚空中有漆黑的利剑上弦 剑尖上仿佛蕴含着毁灭世界的力量 这是利知仙子的最强一击 灭世之门 黑豹统帅极致旋转起来 施展一路击法破军 这是破阳己郭大的得意技能 除此 宋书航的肉身中也有诸多的法术 天赋能力爆开 灭凤公子的碎裂一地天赋 焦霸真君的焦龙闪 白鹤真君那结合圣光的术法 宋书航的身形 携带着九州一号群成员的元神 同样冲天而起 在迎击天节大佛的时候 宋书航的身形还柔软地扭动起来 摆出一个个高难度的舞姿 这是来自于东方六仙子的天魔舞 天魔舞和佛宗数法相克 在对抗这大佛天节时有奇效 就是用宋书航这幅大叔形象跳出来时 姿势辣眼睛了点 宋书航的身形比羽柔子要快出许多 后发而先制 中焉的圣剑 三十三兽组合法器配合着九州一号群成员们的绝技 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攻击 全部倾泻在佛像天节身上 巨大的圣剑从佛像头顶一直滑到胯下 将它劈成两半 宋书航的身形更是一头扎入到节云之中 余下的玄黄剑翼疯狂地破坏天节的节云 宇柔子紧随其后 它挥动宝剑 剑上有一道叠翼凤凰剑气暴涨而出 利剑插入到大佛天节身上 豆豆带着羽柔子 在大佛天节边上飞快旋转了一周 轰的一声 大佛天节爆炸开来 化为漫天灵力 充斥着祖团渡劫空间 这些纯净的灵力 可以被羽柔子和宋书航吸收 稍稍恢复一点消耗的灵力真元 天空中 宇柔子用传音入密的方式 哈哈笑道 豆豆 你的毛发 在雷节爆炸后的瞬间 豆豆浑身的毛发都乍立起来 身形仿佛胖了一圈 你在嘲笑你的兄弟身上 乍立的毛发时 为何不先看一看自己的毛发呢 豆豆很有哲理地说着 宇柔子伸手摸了摸自己的长发 她的长发同样爆炸一样蓬松开了 好好去啊 这比之前她和豆豆肚的天结有趣多了 正哈哈大笑间 宇柔子突然感觉自己眼前一按 紧接着她连触觉也消失不见了 她的手明明摸在豆豆蓬松的毛发上 却没有一丝手感 不表 无感全部被剥夺了 造化法王传音道 我们不是已经将大火打爆了吗 励志仙子疑惑道 造化法王的师弟 边去吞云僧道 恐怕是佛宗的极乐吟唱施法技巧 使用这种施法方式时 只要法术开始施展 哪怕施术者被干掉了 还能通过极乐世界为媒介 来完成法术的施展 类似的施法技巧 道门儒家魔法策 其实都有 宇柔子 豆豆 开启神石 我们聚到一起回归地面 宋书航叫道 趁着神石没有被隔绝前 宣聚到一起回到地面 这个时候 要是圣人之眼还在 多好啊 宋书航心中遗憾 无敢剥夺这种法术 肯定无法影响到 儒家圣人这个级别的存在 宇柔子 豆豆 宋书航 降落回地面 宋书航用永不陷落的圣城 将豆豆和宇柔子也守护其中 一群人才刚落回地面 整个组团肚结空间突然一顿 这种感觉 是时间停止 宇柔子 李银竹 豆豆 宋书航身后所有的 九州一号群成员原神 全都停顿下来 无法动的 甚至连心理交流都停顿下来 身体和意识全部停顿 龙落再次重新连接 龙落小助手一直在不断地尝试连接龙落 这次又重新暂时地连线成功 检测到最终天节 不可见之死 凡事无法通过鉴定者 全部灰飞烟灭 身死盗销 最终天节 天节不是在刚开始吗 有没有办法将它转化为黑龙天节 宋书航尝试着问道 权限不足 而且这里不是黑龙世界呀 宋书航道 这一节是以怎么样的形式落下 要怎么应对 尝试进行推算 下一刻有一个画面传递到宋书航脑海 天节空间中有一点光滑绽放 其中仿佛蕴含着天地开辟的法则 光滑爆开 凡事接触到这光的所有事物 全部化为灰烬 消散不见 根本没有抵抗之法 第1640集 不管是血肉之躯 原神 植物 或者建筑物 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 在这不可见之死的大劫下 全部灰飞烟灭 这恐怕就是之前天地临走前 透露的必死之节 而且这组团杜结空间 似乎很迫不及待地 想要弄死杜结修士 根本不走寻常路 天节一开 意思性地来一波预告 第二波直接削无感 再紧接着 直接跳入最后一节 致命打击 如果宋书航没有接入龙落 没有从龙落那得到的提醒 那不可见之死的大劫一落下 毫无准备的宋书航和大伙 将死死无生 过程能省则省 走完必要的程序 就让杜结的修炼者不该去 反正都要死 中间走那么多程序 浪费时间干嘛 组团杜结空间的形式中 处处透露出以上的风格 这一劫要怎么应对 有应对之法吗 宋书航飞快道 天节不是天罚 理论上来说 无论是哪一种款式的天节 都会留下一点的生机 就看你能不能抓住 凡事无法通过鉴定者 遇上这光将会飞烟灭 唯有通过鉴定者 才得以存活 龙落小助手提示 也就是说 这一节要看脸 要是天节大爷疼爱你 感觉你长得符合他审美 就能活下来 如果天节大爷 感觉你不够美形 就得等死了 这太被动了 还有其他线索吗 宋书航道 无法推算 龙落连接失败 重新连接中 龙落小助手讲完提示 又再次孜孜不倦地 重新连接掉线的龙落 那么老办法 在天节落下之前 先将复活金币给羽柔子和豆豆 然后将他两个小阴烛先杀一遍 宋书航心中浮现一个念头 他的复活金币还有数枚 但身后还有那么多九州一号群前辈的元神 复活币明显不够用 组团天节世界的时间还处于停顿状态 唯独宋书航 可能因为有龙落管理权限的原因 能够自由行动 不可见知死之节展开 倒计时三十秒 宋书航询问 这个时候我要怎么做 龙落小助手道 我想只有祈祷了 时间仅剩下二十七秒 等死可不符合我的性格 这一刻 宋书航的大脑反而前所未有的冷静 一瞬间有许多念头在他脑海飞快浮现 对了 宋书航眼睛一亮 正确连接到龙落 然后用昆娜女士之前干过的手段 用各位九州一号群前辈的肉身 将他们的元神替换出去 肉身破灭了 还有复活的机会 元神死了就彻底完蛋了 若是二者一定要舍弃一种 那当然就是用肉身来背锅了 连接龙落 失败 还有二十五秒的时间 尽可能的连接 连上龙落的第一时间 就执行我的命令 将所有前辈的元神替换出去 宋书航发出指令后 便展开神石 锁定羽柔子和豆豆的位置 他的一套十二枚复活金币 如今已经用掉了六枚 不过李阴竹手中 还有一枚没有使用掉 宋书航伸手 将两枚复活金币 放到羽柔子和豆豆的身上 时间仅剩下二十秒 差不多了 加上投币的时间 就算羽柔子和豆豆 以及阴竹 投出了力气的金币 复活后 也已经渡过了 不可见之死天节了 宋书航心中暗道 他伸手握拳 便一刚手将他的拳头 染成漆黑直色 三十六只圣员捧着儒家经文 浮现于他身后 对不起了 豆豆 宋书航施展出自己最强的二品拳法 金刚伏魔拳 狠狠砸在豆豆身上 当的一下 他的拳头 没能伤到豆豆分毫 在这种奇怪的时间停顿状态 豆豆处于一种无敌模式 无法被伤害 宋书航的心头涌上一阵无力感 时间还剩下十秒 连接龙落成功 转移所有目标原神 转移失败 原神处于不可接触 不可移动模式 组团镀结空间虽然还是个半成品 但他已有的一切都是经过精细核算的 几乎无法找到任何的bug 原神转移失败 时间还有八秒 通过龙落连接我的核心世界 尝试将它打开 在我身边开个小门 宋书航飞快到 核心世界开启成功 宋书航马上尝试用核心世界收纳所有人 但同样失败 时间停顿状态下的众人 根本无法被移动分毫 那就只有最后一招了 宋书航的意识 进入核心世界的刀剑风向 在那里有一堆小山式的云雀子前辈的零件 宋书航每次看到这一大堆云雀子前辈的零件时 心中都会莫名地涌上一种罪恶感 但这一次必须使用它们了 宋书航的意识瞬间卷住其中半截云雀子的长发 将它们提取出来 云雀子的蓝色长发很长 一直垂挂的小腿 但即使只剩半截也有几倍的长度 宋书航将长发提取出来后 第一时间将它们抛洒开来 让这些漂亮的蓝色长发 洒到每一个九州一号群的前辈原神上 以及痘痘与柔子小阴烛身上 在最后的时刻 他想起了灾难去归那种蛮不讲理的空间天赋 以及它们那种直接连空间都能咬下一块 强行带走云雀子零件的能力 还有四秒 快一点 宋书航手中抓着数根云雀子长发 只希望灾难的巨龟能及时出现 将它们和九州一号群所有的人 全部吞噬带走 就在宋书航思索之际 虚空中有一张大嘴张开 往雨柔子 痘痘 李阴竹的位置大口咬去 来得好 而且灾难的巨龟应该不止一只 他们是一个族群 其他的灾难巨龟说不定也会被吸引而来 快将我们吞噬了带走 没时间解释了 宋书航在内心激动地大叫 但就在这时 灾难的巨龟突然又合上了嘴巴 潜伏回虚空中 消失不见 他没有选择带走雨柔子 又他妈想坑我 一个女性的声音在空间中响起 这声音比较熟 是上回被楚歌主兔夺走龟壳的巨龟女士 坑龟这种事情果然不能一而再再而三 特别是坑到熟龟的时候 有啊 最后的希望崩了 这一回宋书航彻底无能为力了 今天宋书航怎么开启核心世界的出口了 这个小窗户一样的出口拖哪里 在最后两秒时间里 一只葱牙好奇地从核心世界钻了出来 小心葱娘 哪里是天洁世界 快回来 龟前辈焦急的声音响起 龟前辈的吼声将葱娘吓了一跳 一个亮脚从核心世界的大门中掉了出来 直直往宋书航的身上砸去 宋书航连叹气的心情都没有了 天堂有路你不走 天结世界无门你偏要爬窗近了 葱娘你又何必呢 快回去 她急得大叫一声 一脚踢在葱娘身上 将葱娘的身形踢得高高弹起 往核心世界的小窗户飞去 痛痛痛痛痛痛 葱娘惨叫连连 半空中她的葱肩断掉了 是被宋书航给踢断的 宋书航这一脚根本来不及控制力度 但断了葱肩总比掉了小命好 趁着核心世界还没消失 她要先将葱娘给送回去 隆络掉线 尝试重新连接 核心世界的小窗户消失了 关键时刻 核心世界毫无意外地又怂了 哎 从来就没有靠谱过 入口没了 葱娘飞到半空 又掉了回来 落在宋书航的脚边 正好和宋书航来了个大眼瞪小眼 而这时 天结世界的远处 有一点光滑诞生 那是毁灭之光 不可见的死亡 宋书航的神识一扫到那光芒时 就感觉精神力一阵刺痛 她蹲下身来 长长地叹了口气 摸了摸葱娘被踢断的伤口 抱歉 早知道 我应该早点将核心世界的通道关闭的 葱娘还不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 只是委屈地望着宋书航 今天你要陪着我们一起死了 宋书航激活了法器的治愈法术 试图让葱娘的葱尖尖重新生长回来 但治愈术不是断枝重生 葱娘的葱芽只长回了一点点 宋书航想了想 取了几缕云雀子长发挂在葱娘的葱芽断口上 既然没有办法将葱苗补回来了 那就挂几缕头发凑合着用用吧 这样至少死的时候能体面一点 死 要死了 葱娘结结巴巴地开口 看到远处的光芒了吗 你应该能够看到 那是毁灭之光 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天节 宋书航平静地 这时九州一号群的前辈 宇柔子 阴竹和豆豆 开始从时间停顿的状态 缓缓恢复过来 你本来在核心世界待得好好的 没想到竟然爬出来了 宋书航苦笑 对不起了 赤小子前辈 你培养出来的这株拥有天道之姿的葱娘 今天要和我一起死了 我还能抢救一下吗 葱娘泪流满面 她波澜壮阔的葱生 还没有真正开启 就要完蛋了 宋书航取出一枚复活金币 交给葱娘 收好的 至于你能不能活下来 就看命运吧 如果这次你真的能活下来 我就给你自由 反正 悟到时对现在的我而言 涌处已经不是太大了 不妙 眼里不太有 负面